大家好 我是王队国 好快啊 五分钟就开工了 那很高兴来到这个开工了新生活 这个休息一个假期了嘛 现在开工一周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嘛 主题叫大笑开工开心生活 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这个心情是吧 开工还大笑 这几乎就是疯了呀 但是不开工是不行的 刚才老李也说了 毕竟过年的时候是吧 也没少花钱 去年也没多挣钱 你今天我专门给我爸妈买了一个大冰柜 因为啥呢 因为我不是常年在外面租房子住吗 我深知家里冰柜小的这种痛苦 我不能让我爸妈也吃这种苦 我买完之后我爸妈很激动 说孩儿啊 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家的东北了 你说你那个冰柜放到阳台上 我去就这么说吧 就那个冰柜就运不运行 都能动上 就是你这个冰柜跟立柜 它是一个效果的 是吧 家里也是谁来谁就夸呀 说你儿子不愧在大城市工作过 买这个冰柜玩不查店 你知道吗 过年不还得买点新衣服吗 是不是 完了年前 那我带我妈工商场 工商场之后 但我一般是就很省钱的那种人 我妈看上一件羽绒服想买 我说你先别买 我就把那个牌子记住了 完了去上网搜一下 看网络商场里面 同牌同款的多少钱 你看除了游过来需要两天以外 其他的都很划算 我就跟我妈商量 我说你要是现在买也可以 也可以 但你如果再等两天 说能便宜三百 这位冲会的女士请问 你怎么选择 我妈说等两天便宜三百 那等四天说便宜六百 我说你那你 照着你这么说 你再等时间再长一点 咱都不用花钱了 我妈说咋还能免费呢 我说你看咱一直扛到开村 咱不就不用羽绒服了吗 然后现在过完年不是要开工了吗 其实我挺高兴的 因为去年我就没接着多少活 因为哥们的知名度在下降 业务能力在下降 工作机会在下降 是吧 建国家 老了吗 现在也不敢降了 是吧 降不动 因为主要老了嘛 老了完了之后各方面 是吧 工作能力也不行 完了你就跟我说开工的 我当然非常开心了 什么休息不休息的 你说按哥们这个发展势头 只要再过不到两年 想怎么休息怎么休息 但是想工作 已经工作不了了 我租的房子在上海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呢 就是前两年 我工作的时候 我哥们还挑活呢 为啥 就因为我的原则 就是不出上海 我租的房子在上海 我们宅男没有别的追求 就不能出远门 你再说了 我花那么多钱租的房子 我出个远门 一来一回 在路上就两天 那房租是不是亏了 但是按那个势头过两年 你说房租交不上了个啥整呢 完了我年底 我就接了个活 我去的长白山 我经纪人 这还在损我呢 哎呦长白山呢 这可离家不近呢 我说你快闭嘴 赶紧把合约给我签了 离家不近 搬家还不容易吗 完了之后我就想 如果18岁的我 知道了这件事 那就得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说王建国 你宅男的尊严呢 你为了工作 你连门都处 还处这么远的门 这样的人我都不想看到你 你以后你哪凉快呢 待着去对不对 你现在的我听到这话 就会说 好嘞 我看长白山 就挺凉快的嘛 这里男人状态不好 对我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 才华横溢如我也会 真的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是吧 以前我就觉得 以我的才华呢 这辈子是不可能用尽的 没想到啊 34岁是吧 这辈子到了 现在啥也写不出来了 就每次写稿的时候 在家里走啊 溜的 旁边人问啊 你找啥东西呢 我说找我的才华呀 我去年放这了 现在怎么就没了呢 但是功夫不负苦心人 哥们找了半天 虽然才华没有找到 但找到了天师集团红牛 喝了以后 感觉红牛在帮我打气加油 告诉我 你站得我红牛挺你 让我勇于尝试 敢于突破 整个人非常有勇气 别急没完的 整个人非常有勇气 自己跟自己说 写不出来呢 算个事吗 还有啊 还是得有点心心 新的一年 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就来罐天师集团红牛 维生素风味饮料 和红牛维生素能量饮料 工作 反正我今年呢 好多事想的都很清楚了 是不是 34了 过年35了 不用非得干出点什么来 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今年我甚至准备 开始锻炼身体了 我准备先买一个走步机 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和事业 抱有同样的期待 就是跑车跑不动了 我再陪大家走两步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